毛山天师张造林听从师命押送蛇妖赤练前往昆仑山寿珠 途径一处坟地时,妖风袭来 赤练头上的镇妖符被带走 赤练缓缓苏醒,关节咔咔作响 张造林反应及时,再贴一幅 同时破开周围瘴气 只见一座诡异小庙现身不远处 为了一探究竟,张造林推开庙门 往里一看,两个长相怪异的男人正在磨刀做饭 看有人来,他们用江湖黑话盘问 在得知张造林是天师后,主动邀请她在此过夜 突然,他们身后的龙屉传出女人的哀嚎声 张造林神色顿变,只见对方掀开盖子 一位羞涩可餐的美女映入眼帘 正用眼神苦苦哀求着 男人油嘴滑舌,邀请张造林一同享用 张造林顺势答应 谁让男人话风一转,询问赤练的身份 张造林也毫不避讳 听到妖这个字,两人相视一笑 转瞬露出真面目,竟然同是蛇妖 他们主动上前挑衅 但抵不过张造林倒数高强 三下五出二便将两人钉死在柱子上 解救龙屉中的女人 女人看似无害 可在搭在张造林左手的那一刻 瞬间变了副模样 一股黑烟缠绕而来 张造林意识到这是可以封人法力的试魂咒 连忙摆脱束缚 被眉腿踹飞的同时 腰间的勾魂灵也被夺走 为了尽快恢复法力 张造林口念清心咒 右手强使法术驱散邪气 可终究还是晚了 女人已经接下赤练头上的正妖符 赤练彻底苏醒 一个闪现来到她面前 张造林的法力还没完全恢复 根本不是千年蛇妖赤练的对手 两人在小小的寺庙里交手数招 赤练身手伶俐 招招致命 张造林几经重创 再受几招中击后彻底倒地不齐 赤练以为张造林已死 画出原形带着女人离开寺庙 不久后 大难不死的张造林回到石门 因任务失败惨遭师父退货 为了弥补过错 张造林立下军令状 赤斩赤练 不死不休 师父终究不忍 交给他一颗还魂丹 以求于危难之际救他一命 张造林飘荡人间十年 始终没有找到赤练踪迹 这天 他与深夜途经青龙镇 此处原本一片祥和 但现在却满是萧瑟 人人自危 张造林询问街坊烧纸钱的老人 此地发生何事 老人神色可怖 直言道 不知从何时起 青龙镇只要办白事 孙明就会在下葬途中遇上黑白无常 他们专挑上坟之人下手 事后这些人全都离奇消失 不见失身 为求自保 镇上再也不敢办白事 不敢去坟地上坟 张造林得知详情后 感觉这些失踪者 很可能跟赤练有关 于是趁着夜色独自前往坟地 可还不等他有所行动 三名盗墓贼抢先一步 拿起工具开始掘坟 挤锄头下去 坟头妖风四起 三人被吓得哇哇乱叫 他们提起精神仔细一看 原来只是一条蛇 紧接着继续挖坟 可诡异的事情再度发生 空中竟然飘下无数纸钱 三人彻底失了魂 尖叫着到处逃窜 忽然 一道白影从天而降 竟是白无常 手术带渡的张造林刚准备出手 又有人抢先一步 一个矛头小子急不现身 甩剑立威 同时非常装插地介绍自己 使赖不易坐下大弟子 仙家山第一剑 廖凤一 他拔出配件注入法力 一道剑气顺势划出 带动数片落叶 直接先飞白无常 白无常也不是擅长 与其交手数招 但逐渐不敌 他刚想装神弄鬼 吓唬廖凤一收手 自己的装扮就被剑气划成碎片 露出了真实面目 他也是贪生怕死之辈 跪在地上连声求饶 主动提出带廖凤一去找黑无常 廖凤一太过天真 主动伸手扶白无常 不料白无常趁机施展弑魂咒 他的法力瞬间被封 再无还手之力 危难之际 张造林出手 至初保刃轻除剑 一下震慑白无常 随即现身交廖凤一逼出妖气 并逼问白无常是何人教他的弑魂咒 白无常坦白 弑魂咒是他家主人赤链心心所受 张造林喜从中来 继续逼问赤链位置 白无常刚想说 却听他的腹部传出异想 紧接着透出红光 浑身冒起妖烟 最后暴力而亡 原来 赤链一直都在背后监视 他不允许任何人背叛自己 张造林回到小镇后 村民们夹道欢迎 都来感谢他的大恩 廖凤一不服气 但他又知道自己打不过张造林 于是就拿着想拜张造林为师的盗墓贼开刀 使了点法术直接砸了他们的摊子 事后盗墓贼气冲冲的找到廖凤一 想给他点厉害悄悄 廖凤一自命不凡 根本不把他们看在眼里 又使了点法术细耍三人 三人彻底认怂 既然张造林不想收他们为徒 那廖凤一也可以 于是 自称辽东三杀的三人 开始拼命献殷勤 这时 在一旁目睹全城的少女昭帝 上前请求廖凤一帮忙 镇上王源外的小儿子 某天独自外出游玩 去看别人家出兵 结果被黑白无常抓了去 听闻张造林收服了白无常 王源外便请他来帮忙 不料女儿昭帝也找来一位高人 恰好是跟张造林不对付的廖凤一 张造林不介意两人合作 但廖凤一没本事还死要脸 非要跟他一笑高下 张造林通过王少爷的生辰八字 算出他是纯阴之体 赤练要修炼神功 必要吸取纯阴纯阳之人的元神 王少爷凶多吉少 为尽快抓到黑无常 找到赤练 张造林决定来一处假送兵 引黑无常上钩 廖凤一一听 动起了歪心思 这幅欠揍的语气 让张造林气不打一处来 但为了大局考虑 他选择妥协 按照廖凤一的意思 藏在棺材里假装尸体 深夜 众人抬棺来到坟地 没过多久周围便刮起阴风 廖凤一露出作死笑容 暗示封印术把棺材给封了起来 准备开始自己的表演 很快 黑无常现身 众人慌乱逃窜 廖凤一迟见上前 先来一个自我介绍 但黑无常可不惯他 不等说完直接动手 黑无常的实力更甚白无常 廖凤一迟迟站不到上风 剑刃总是擦边过 他似乎对无常的真实面目很感兴趣 又一次划破面具 黑无常旋转几圈 露出了绝美容颜 正是十年前救走赤恋的女人 廖凤一对女人一见钟情 当即呆愣在原地 女人趁此机会拿出勾魂铃 死死压制廖凤一 见师傅落于下风 三上连忙掀开棺材盖 张躁凤听到是自己勾魂铃的声音 一下猜到黑无常的身份 出来后直接将女人苍越制服 夺过勾魂铃逼问赤恋在哪 无语的事情发生了 廖凤一出面阻拦 朝苍越露出了自认为帅气的歪嘴笑 辣眼到张躁凤眉眼看 事后 他们将苍越带回园外府 园外得知儿子已经遇害后 拿出宝剑就要砍了苍越 廖凤一沉迷美色 反向指责起被害者家属 索性张躁凤出面缓解 赤恋才是罪魁祸首 他们要用苍越引出赤恋 这样才能真正为王少爷报仇 才能拯救黎明百姓 王元外这才罢首 然而廖凤一彻底失了智 他认为这么好看的女子不可能是坏人 他只不过是误入歧途 为了能和苍越单独相处 他让三煞谎称赤恋出现 支走张躁凤 趁此机会 他提着三个馒头进入柴房 让苍越先填饱肚子 苍越已经好久没被人关心过 内心有些动摇 再加上廖凤一那太过明显的倾诉 他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不料张躁凤回来了 张躁凤跑到半路突然察觉不对劲 质问三煞 赤恋长得啥样 三煞一通胡边乱造 好在他回来及时 苍越还没逃脱 他把廖凤一拉到一旁 告诫他物要色迷心窍 廖凤一嘴硬得狠 表示自己只不过是看人可怜 张躁凤真是服了他个老六 他要是可怜 为什么要帮赤恋杀人 赤恋只要再得到一个极阳之体 便能修成玄天俱莽 到那时人间将遭遇千古未有之浩劫 百姓头玄天火 身处炼狱都不为过 廖凤一听后若有所思 本想直接离开 但还是回过头来跟苍越沟通 苍越不知为何 突然想通了 他答应带着廖凤一去找赤恋 但前提是不要告诉张躁凤 廖凤一同意了 晚上就在酒里下药 迷晕张躁凤后跟随苍越 带着三煞上了路 路上五人有说有笑 穿过阴气森森的丛林 越过夕阳西下的平原 期间 廖凤一教三煞学习法术 同时 苍越也渐渐敞开心扉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他向廖凤一说出了 自己为什么会跟随赤恋的原因 赤恋从小就能听到蛇语 因此被别人视为怪物 没一个人给他好脸色 十几年来受尽欺辱 直到有一天 他被村民追赶到一处丛林 在他即将被众人乱棍打死时 赤恋挺身而出 保护了他 因为赤恋对他的好 所以他愿意陪在他身边 哪怕付出生命 廖凤一听后 心情本来挺沉重 但听到三煞叫苍越师娘 转瞬喜笑颜开 没过多久 四人在苍越的带领下 来到赤恋老巢前的迷魂镇 苍越肆有犹豫 但在廖凤一的催促下 继续指引着他们往前走 清醒过来的张造林 跟随他们的足迹 很快也来到迷魂镇前 但他不知路线 渐渐迷失方向 这一边 五人已经成功抵达赤恋巢穴 少不经事 忙着性子就要往里冲 苍越立马伸手阻拦 看着单纯的廖凤一 他挤精犹豫后 终于说出实情 原来这些都是个圈套 他是故意带廖凤一来的 只因他就是赤恋需要的 最后一个吉阳之体 说吧 化作圆形的赤恋爬 爬出洞穴 挡住众人去路 他看着被廖凤一 护在身后的苍越 深知自己已经被抛弃 廖凤一主动出手 可还不等碰到赤恋 就被藤蔓束缚在树上 他受伤 三煞虽贪生怕死 但为了天下苍生 全都拿起武器冲向赤恋 结果被一招了结 廖凤一眼看三煞 受他牵连而死 终于想起手里还有剑 扬起佩剑割开手掌 用带血的刀刃展开藤蔓 可他刚落地 就又一次被长蛇束缚在半空 剑也脱手落地 苍越见此情景 立马捡起剑 想要救出廖凤一 赤恋明白 苍越彻底背叛了他 使用妖术一把 掐住苍越脖子 绝情除之 紧接着赤恋发功 分身啃鸟廖凤一脖子 吸食他的吉扬元神 刹那间 天空骤变 赤恋成功修成玄天巨蟒 冲向人间 等到张造林赶到 所有人都没了气息 包括廖凤一 他甚至仅靠自己 无法除掉赤恋 于是用还魂丹 救廖凤一一命 至此 廖凤一的命不再属于他 而是为天下苍生 为那些为他而死的人活下去 不除掉赤恋 不死不休 伏魔未到 不死不休 与此同时 人间已经遭到毁势浩劫 人们根本无力抵抗赤恋的攻击 只能到处逃窜 很快 张造林和廖凤一带上装备 赶到赤恋所在地 张造林拿出勾魂灵牵制赤恋 廖凤一趁机持剑飞空 直击要害 不料赤恋已经练就金刚不坏 刀枪不入 无奈之下 张造林只能继续用勾魂灵 逼迫赤恋化作人形 然而 化作人形的赤恋根本不拒勾魂灵 两人只好持剑上阵 赤恋功力大涨 他们根本不是赤恋的对手 就连勾魂灵都被赤恋拿走毁掉 没了勾魂灵束缚 赤恋再次现出原形 张造林赶紧带着廖凤一躲起来 但廖凤一没一点改变 又一次不顾阻拦 直接持剑四项赤恋的眼珠 配剑倾刻锻炼 赤恋吃痛嘶吼 随其展开致命追击 张造林遭受重创 为了不拖累廖凤一 他把自己的保刃清除剑交给廖凤一 自己现身吸引赤恋 给他制造逃跑机会 张造林拖着重伤的身体引开赤恋 足够远后站定身子 静等赤恋吞噬 危难之际 廖凤一终于有了担当 他推开张造林 代替成为赤恋的食物 随即顺着食道一路往下 在赤恋即将吞掉张造林的时候 一箭刺破他的心脏 最后 赤恋在一声嘶吼中倒下 廖凤一则安然无恙地从烟雾中现身 与张造林相视一笑 最后的最后 将苍月和三煞埋葬好 廖凤一正式接过张造林的保刃 继续匡扶正义 斩妖除魔 这部是于2022年上映的奇幻惊悚片 廖凤一的人设一开始真的讨人先 演技也是勉强 可能是受成本限制 惊悚氛围感没那么强 不过钱小豪的演技没得说 喜欢该类型电影的可以去看看原片